OK 他们在开什么会议 然后默克尔 就是德国的老大 想跟这个人握手 然后这个人没跟他握 但是默克尔没有太生气 没有 你怎么敢不跟我握手 他是表现出 对你做得很好 是不是 不应该就说 我是老大 你们谁都得听我呢 不对的也得听我的 不能那样是不是 无论你职位再多 钱再多 再怎么着 哦你看 就跟他回绝了 但是为什么这些人是笑着的 今天是负责在笑 现在正在开会 然后研究一些什么事情 也许不是异常的事情 或怎么着 可能也许德国现在不是 没有中国这么严重 所以他们可能没有那么的紧张 所以他们还相互握手 你看一个戴口罩都没有的是吧 所以他们那边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面对这个事情 但是握手什么的 那尽量先避免 因为有些专家说的是 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 戴口罩作用有限 主要是别那个 主要清洗手 然后手别乱摸完以后 再揉眼睛 揉嘴什么的 嗯 放嘴里面就行 如果我要那个擦嘴的话 那个 你先洗洗手 洗洗手背 对对对 洗手或者避免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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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里边不是因为你权力最大就说什么都对 做什么都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希望 嗯嗯哼 当然默克尔也很复杂了 这个东西慢慢来吧 但是这个情况就是说 前两天还有就是在美国的一个情况下 就是有一个人没有跟谁握手 然后那个人把一些东西就给撕了 也是当成成千上万的人 就是说这很多东西怎么着去化解尴尬 怎么着你等你接触的事情多了 接触的人多了 慢慢学习慢慢了解 先这 peace